哈囉大家好我是RT 簡介上一集都說過了 有興趣的人 請前面十字路口左轉100公尺 看到紅燈往回走100公尺右轉 你就到了 今天我們就繼續來複習 閃電霹靂車的OBA吧 首先第一步是Double One 故事發生在2016年 也就是封建獲得冠軍的隔年 又到了賽車界一年一度的 Double One界大賽 去年的冠軍封建破壞者 蘭德爾三人的車隊都沒有變動 而巴西地頭蛇退居幕後後 讓小廢物日籍來當賽車手 德庫隊的超級路人法蘭茲 也從賽車手變成零堆 並邀請他的十對頭美國設備 跟他一起好好聯手 而封建車隊要說變化最大的 大概就是短短一年期間 名鄉的乳亮竟然有飛躍性的成長 後來預賽的時候 封建被破壞者打得體無完膚 還整整差了蘭德爾兩秒之久 我們靠賽王可不是讓得虛名的 最後第一站只拿到第七名 而參加決賽的剛好是七台車 卻不知第二站也非常光榮的獲得最後一名 難道靠賽王被編劇干爹給遺棄了嗎 一直到第三站 我們長了一歲的封建還是沒長腦袋 再次玩壞我們阿斯拉連三場毫無積分 難道並不是乾爹不要你了 只是別人的側套變強了 不過沒關係 這都是我們編劇干爹為了製造緊張感 給你的試煉 哎呀靠賽王 反過我們破壞者倒是姿妹姿的很開心 Ruber之最後成功讓封建振作的居然是 其實我就是你的編劇干爹 就這樣 乾爹的一句話讓封建奪得澳洲第四站冠軍 後來第五站破壞者為了獲得勝利 終於拋棄破壞者號 開出驚心模仿超級阿斯拉的青車 Xperia 而我們土豪奎大姐再次發動魔法卡 有錢就是任性 走來修馬赫代替家赫 是不是修馬赫一上場 就使出B車駱以踩煞車之術 讓難得嚇到尿褲子翻車失格 那修馬赫其實是來刺激封建神掌 才故意扮黑臉的 他也在此時帶來封建霸的情婦 喔不 是超級阿斯拉的共同開發者 Xperia 瞬間修了一首神微條 打得紅髮妹子也是滿臉通紅 差點高潮啊 阿斯拉因此再次起死回生 也直接說明了紅髮妹子只能修車 最終阿斯拉跟在超過阿斯拉一圈的修馬赫後面 連超級機戰警和美國設備奪得第三名 後來超級阿斯拉的新車 Double1 在Xperia的指揮下也加速完成開發 於是乾爹為了讓封建不再靠賽 便讓封建了解他與修馬赫的技術差距 殊不知這一切讓紅髮妹子相當受傷 失去車隊地位的紅髮只好洗個澡 幫觀眾們壓壓驚 後來封建一直無法超越修馬赫的成績 便讓家赫開他的車跑了一趟 殊不知 不跑還好 一跑更灰心了 跟修馬赫的時間平分秋色 於是封建再次回歸原點 將阿斯拉的輔助解除 要自己一人駕馭這台猛獸 殊不知克雷亞是個鬼畜 抖S 槍的封建再次爬回車上 後來克雷亞繼續請家赫來逼迫封建 正所謂生於悠患死於安樂 自知實力才能後生啊 這就是賽亞人的驕傲 技術就是這樣逼出來的啊 於是被逼上絕入的封建只學了一招高速甩尾 就覺醒成五星超絕雷亞超越修馬赫的成績 更因為都是克雷亞在主導我們的紅髮終於崩潰逃離 後來被指揮摸摸小手就再次活了過來 馬上回車場用這雙手幫封建掏出那顆又大又燙的渦輪 而第六戰一開始鬼公子就被修馬赫的戰術騙到脫跑 於是鬼公子為了討回公道 硬是不讓超過他一圈的修馬赫通過 有種你就over my day body啊 喔 好吧 就這樣 兩人一起出局 於是為了紅髮的犧牲今天的比賽 封建是絕對不可能輸的 因為 後來美國設配出車禍無法繼續比賽 但是料妹的功能還是完好無缺的 隨著劇情接近尾聲 我們的名字像奇封建在世被迫下海取悅觀眾 修馬赫的秘密也在這個時候被揭穿 去年與史密斯施殺時 害他的四神經受到損傷 如果一直賽車下去總有一天會失明 因此為了此生無憾 修馬赫即使失明 即使半黑臉 也要讓封建變成最強的賽車手 於是最後一場比賽終於到來 15歲的封建還不調教一下 17歲的名字像壓壓驚 難道美國設配在無線電裡實在太吵 正在比賽的德國哥 居然還有空特地下車揍他一頓 後來美國宇宙漫遊者隊 全部一起使出推進器 還能在如此的高速中變換隊形 最後修馬赫終於撐不下去停了下來 封建也非常任性的停下車 來對修馬赫進行精神喊話 中共在此消耗了一分鐘的時間 殊不知不只封建任性 宇宙漫遊者隊全家都任性啊 全員進休息站等候二人到來 修馬赫還他媽乾脆閉眼睛開啦 哇操 最後四人並成一線 只有德國哥和記憶器戰警被排擠 封建就這樣再次獲得第11屆世界冠軍 後來2017年第12屆世界盃 封建的新賽亞人第6感越來越厲害 連未來都能預測 就連貴公子的車快爆肝了都能預知 這都要感謝修馬赫當年逼他逼到差點失明 而且封建已經連5場都拿第1 宇宙不是當年靠車靠賽的少年了 然而編劇乾爹是不會讓他過太爽的 身為主角就是要屌虐對手之後 被屌虐才演得下去啊 於是就在這個時候 封建進入0的禮域 差點嚇尿 終於讓我等到神控護敵的封建被送進醫院啦 光頭輸出缺因子引咎辭職由修馬赫接手 貴公子也棄權跟著爸媽回家 心條只會判了3年 終於在第12屆都是廢物的比賽中熬出頭 後來16歲的封建決定放棄賽車 並向偷偷畫上口紅正值18歲的明日相求婚 想借此綁住人家的下半身 沒空修馬赫肯定要跳出來反對一下 說不知修馬赫腳踏多條船 不管是英國的德國的就連西班牙的都有 後來錯學多年的封建居然開始上學 還跟明日相同居 愛幹嘛就幹嘛 根本就是人生勝利組裡的勝利組啊 而此時一個法界有迷之挑染的中俄少年 安里克里多取代封建上場 於是睽違一年封建終於按捺不住重返車隊 不過是二軍車隊原本人馬翼再次回歸 就連光投書也一起回來了 只有明日相一人無法接受連甩封建兩巴掌後 落荒而逃 後來安里在修馬赫面前表現了對封建敬愛有加 說不知在動畫界裡 越是冰冰有理的人 就越他媽有病 這在暗風日本人都很客套 很會裝嗎 後來加赫警告封建不要再進入零的領域 否則就會跟阿斯拉仰抱肛而死 然而空白期什麼的 是不能套用在封建身上的 一上場就狂操猛追 殊不知心病沒藥衣 正當封建要打開推進去的時候 卻推不進去 就是跟南波日日人還有冒野無狼的 EPS一樣的心理疾病 後來紅髮跑來開導明日香 怎麼開導不重要 我只是想說這造型實在是戀人眼睛為之一亮 也難怪心鳥只會要吃封建的處了 安里還趁機從中做個老亂眾生 最終心病還需心藥衣 明日香終於接受封建參賽 並使出色誘之術 幫他推動那根又硬又粗的桿子 封建還偷偷的用了靈的領域 傳說於雙峰之間 最後一個瞬間橫移 What's up 是想虎誰啊 你以為你會鐵砂掌嗎 結束這回合 後來明日香趁勢甩了封建 斬斷三千凡老師做回招牌花瓶 知不知封建與明日香晚上太操 靈的領域進出太平凡 封建身體因此越來越虛 然而安里之所以如此討厭封建 是因為封建無意堅毀了安里他爸那最年輕世界冠軍的夢想 安里爸因此成了廢人 後來星條再不獲勝就會被開除 於是他又開始耍廢自暴自棄 你們這些有機機的只會整天自暴自棄嗎 我們加賀只好用拳頭幫他注入滿滿的正能量 說不知星條與紅髮都還帶著 彼此那臭得要命的定情信物啊 不過紅髮的肯定是香的 後來加賀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幫星條擋住所有的車 最後指出賽車奧義 白麵包青天 根本變成殺人賽車了啊 然而加賀還是鬥不過封建 只好同歸於盡 最後連星條都覺醒成 新人類 解決安里化險為宜 而紅髮嫁機隨機 下個賽季就要跳槽去跟星條長相失守 而明日香則是通過哥倫比亞大學考試 立志成為醫生 於是最後一戰貴公子 可能之前車禍撞壞了腦袋 用零用錢收購車隊 沒錯 你沒聽錯 就是零用錢 而且為了不讓父母知道 還換了個腦殘名字 白玫瑰王子回歸戰場 後來安妮在封建的循循善幼之下 終於變回好孩子 也是封建再次於加賀決戰 兩人戲的大爆發 在新人類的世界裡 變開車變視訊聊天 最終封建使出雙重高速甩位 沒錯就是甩一次我也甩不過 我他媽不會再甩一次啊 顯勝加賀 和立哲因為積分最高的關係 奪得世界冠軍 最終成了封建的跟班 隔年Saga篇 在第14屆大賽中 王者封建再次落馬 只靠零的領域還是提供過車的進步 最終由美國設配獲得冠軍 而上大學的明日香也是越來越成熟 風法更是變了不少 而虧疑之所以沒到場 是因為他跑去韓國整行 順便相親 別看他這樣 其實他只打明日香四歲而已啊 於是眾車隊為了不讓德國歌專美於錢 紛紛開發新車 下一屆大賽就是一個新車的年代 歐盟安里已經對封建遊恨轉愛 開始跟明日香爭鋒吃出 不過已經2020年了 在科技如此陷阱的情況下 電腦依舊沒什麼掌勁 還有公共電話停 手機更是停滯了很久啊 後來懷疑因為一直拿不到冠軍 被明雲金智郎所取代 一來就下馬威 帶著深化電腦新車 屌虐奎車隊的新車 可憐的心條又免不了被抓起來變速時 去之別怨 心條就這樣瞞著紅髮偷偷跑到美國生罩 結果還是被抓包 後來封建車隊招了兩位新妹子給封建上BUFF 看能不能彌補車子性能的差距 而這兩位妹子後來聽說好好的修哥不當 跑去五刀弄槍打打殺殺 甚至開過鋼彈玩過火鳥號 而莫一顆之前還開過魔洞王呢 畢竟都是同一個BUFF 難道歲月就是一把殺豬刀 殺了機器戰警也不得不認老退居幕後 而金智郎帶來的新駕駛果然一名驚人 第一次上場就奪冠 不過說穿了就有四個傀儡 生化車的能量棒罷了 後來新的賽車輪郎想去射幼封建 卻被先來排隊的安妮嚇得落荒而逃 人帥真好啊 難得越帥的人就越目中無人 封建因為贏不了 又開始怪東怪西欺負明日香 幸好佳俄穿著他那獨領風操的 國王新衣神救援 說不知封建還是整天自暴自棄 拿明日香當肉便出氣 而能量棒之所以那麼強是因為偷克藥 讓他能對超高速無所畏懼的衝 難得一旦藥效果了 就連每小時30公里都會嚇死啊 後來藍德爾以生日為油跑去勾引明日香 向趁虛NTR肯定沒戲 於是明日香為了取悅封建 只要洗個澡給觀眾看 這洗手的次數跟我們競相有得比啊 就這樣帶著封建去找另一對恩愛鴛鴦 被閃得無敵之龍最終被心條縮醒 賽車不是拼車而是拼賽車手啊 後來佳赫在車場裡發現能量棒的禁藥 我以為是什麼新的飲料 還拿著到處送 害了封建還害自己撞車 禁藥的秘密就這麼爆開了 於是封建馬上跑去找能量棒理論 難得像封建這種高富帥 又有乾爹撐腰的人生勝利組 是不可能了解敵城魯蛇們的痛苦的 於是賽基開始任性拋棄阿斯拉的封建 現在又任性的要求換回阿斯拉 真的是想幹嘛就幹嘛呢 喲 你這個混蛋終於想起 只有本乾爹能讓你贏了嗎? 而新型的阿斯拉就叫做 B.阿斯拉AKF電風扇特化型 這還是阿斯拉自己操作失誤發現的秘技呢 就這樣封建帶著新阿斯拉電風扇特化型使出雙重推進器 為加特大號電風扇過彎屌面的能量棒 搞得我們金治郎是怒不可惡啊 照槍吻奎儀壓壓驚 後來白癡貴公子又再次故技重施 把星條找回來添亂 說不知金治郎的哥哥也是阿斯拉的共同開發者之一 而生化電腦與人腦同步的概念就是在那個時候提出的 但並沒有說到封建霸才那 然而生化電腦的概念也是奇葩 利用電腦操控人在哪加速怎麼過彎 那還不如參在一起做成自動駕駛啊 笨蛋 最後金治郎他哥就這麼含恨跟封建霸分道揚鑣 你做你的鋼彈 我做我的腦波傳導型薩克 是不是蘭德爾不只高富甩車開的好 還是中國武術大會冠軍啊 戰良下便救回封建 人量棒也從此氣暗投名 最終葵一親自揭發金治郎的惡行 在加賀的要求下等到比賽結束才帶走車子 又因為封建剛被迷昏 全身無力 屁股很痛 只好玩起榜首輸死戰 是不是卑鄙的金治郎 早就偷偷讓生化電腦追殺封建 勇士福利茲只好直接拆爛阿爾札特後自爆 後來ROE車隊慘遭競賽一年 明日想與封建時中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於是又過了一年2021年 第16屆世界冠軍還是封建莫屬 我們的封建已經不是當年的靠賽王了 編劇乾爹只好讓他進化到幾乎無敵的狀態 只有加賀能夠治得了他 而能量棒從那之後 就成了加賀的小弟跟他在美國折居一年 這一年間其實還有一個廣播劇 Saga 2 說明加賀與彩的故事 還有如何熬過這痛苦的一年 最後加賀為了與封建決一實戰 再次回到日本 難得窺車隊董事們早已輸到怕了 想弄台新車肯定是沒機會的啦 而我們神知技師卡雷亞 在描述封建開車的喜好時是這麼說的 多分 蠻翰特君是高速車 MOTO 乘搭飛的感覺 MOTO 乘搭飛的感覺 中速是GGGG 低速是GGGGGGG的感覺 足以PT阿斯拉的神兵 也就是阿爾扎特的原型機 黃雅 由明雲舊親手打造 可以說是另一台阿斯拉 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 阿斯拉是陪主角一起從一等鍊上來的 學習成長型電腦 而黃雅則是一開始就滿等的 所以人沒筆車兇馬上就駕崩 又因為前面已經死過兩個人 因此黃雅又被稱為食人魔 於是為了駕馭黃雅 家赫把他老朋友和能量棒請來幫忙 然而看著家赫與封建拼死相伯的明日相與今日子 要幫他們加油也不是 要阻止他們拼死也不是 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著 後來編劇乾爹開始幫助家赫 讓封建不斷因為引擎問題出局 家赫更是使出了車子分身術大殺四方 難道編劇乾爹不要封建了嗎? 下了封建還不打一砲 壓壓驚 還好有打有保憂 使出肉體轉移之術 讓家赫瞬間體力耗盡 撞車出局 而家赫早已從指導者變成挑戰者 來挑戰這批他帶出來的蒼藍猛獸 是不是在最終預賽再次撞車 如此的拼命讓奎怡實在無法接受 還被經歷過這些明日相縮嘴 搞得我們奎怡只能洗澡泄憤 晚上卡雷亞還餵虎作倉 偷偷跑去支援黃雅 看來乾爹是認真要打死我們封建了 後來奎怡只好出絕招 敲爆黃雅就沒事了 出不知早已被家赫看穿 用嘴唇好好的教訓了奎怡一頓 後來家赫終於發現 跑不贏封建肯定是頭髮的錯 就這樣手起倒落改頭換面 所以我說 先生你他媽是哪位啊? 代打的嗎? 這髮型是你用刀砍出來的嗎? 還有家赫的額頭明明就是月亮啊 想騙我啊! 就連封建都差點嚇出尿啦 於是最終決戰 兩人一開始就站得擬農魔龍 分不開來 電風扇跑法著實厲害 抄著家赫不要不要的 一直到最後三圈都抄不過封建 直到聽見葵儀的呼喊 愛情的力量永遠是最強的 就這麼超過去了 足之家赫還不只這樣使出最終必殺技 甩尾家打開推進去 終於屌虐電風扇成為世界冠軍 原來家赫才是變劇感爹真正的大兒子啊 但是家赫也從此退贏江湖 贏了一次就繞跑 只有遊戲才有的十八十九屆 也沒有再出現過 虧也辭職 從此跟家赫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是RT 相較於明日香 我還是比較喜歡明日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面按個喜歡 或是分享 幫我的粉絲團按個讚 有什麼感想或者心得 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會不會 有人說 我們找 necesit 我們找成 hunger 有些東西 吳